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美特斯邦威未支付租金 女掌门被限制消费一事 有了新进展 6月29日美邦府市发布公告称 该公司已按期向相关业主支付 全部应支付的款项 截至公告披露日 对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胡佳佳女士的限制消费令已解除 不过相关物业返还暂时无法完成 此外美邦府市创始人周成健 也于30日凌晨发表公开致信 称对此事深感自责也很愧疚 并称美邦一直以来都坚决遵纪守法 绝对地尊重法律 敬畏法律